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常服侍神 用吉他来赞美敬拜 今天因为这样的一个局面 使到我们可以一起配达来赞美敬拜神 感谢我们的主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念诗篇118篇第一到第十节 大家预备好了吗 来 请大家预备好 一起来念 开始 要称谢耶和王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以色列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亚伦的家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敬畏耶和华的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你和我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一起来说 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 弟兄姐妹 让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来等候祂 我们来仰望祂 祂是和平的君 祂是明亮的神心 让我们来称颂祂 祂的祂 敬拜你 我敬拜你 我们曾有祢 明亮的真迹 我们等候祢 再来的往 我们要往祢 往祢的埋养 耶稣 耶稣 永生是祢的福 耶稣 耶稣 我的救世主 耶稣 耶稣 是人全的光 耶稣 耶稣 我的救世主 耶稣 永生是祢的福 我们的爱人已经感应 和平之举 我们曾送祢 明亮的真迹 我们等候祢 再来的往 我们要往祢 往祢的太阳 耶稣 耶稣 永生是祢的福 耶稣 耶稣 我的救世主 耶稣 耶稣 是世间的光 耶稣 耶稣 祝我信出本国 耶稣 耶稣 永生神言 耶稣 耶稣 祝我的救赎 耶稣 耶稣 世界的光 耶稣 耶稣 我信出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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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我们的主 在这世界那么动乱的时候 祂永远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 所以让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的心要深深的来爱祂 主 我们在祢的宝座前 我们思想祢的恩典 我们的心 赞美 敬拜祢 我的神 我要敬拜祢 我的神 我要敬拜祢 我的神 赞美 敬拜祢 我的神 我要敬拜祢 我的神 我要敬拜祢 我的心顺顺的爱你 在你的昨天我是三个月 我的心赞美近百年 你是我心里的美中 你是我唯一的幸福 在你的昨天我是相遇 我的心顺顺的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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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昨天我是相遇 我的心色美金白衣 你是我心灵的担忧 你是我给你的喜好 在你的佛街不是想你 我的舍然我有敬拜你 你是我心灵的担忧 你是我为你的喜好 在你的昨天是想你 我的舍然我有敬拜你 在你的昨天我是想你 我的舍然我有敬拜你 我的舍然我有敬拜你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是我们心灵最大的满足 是我们唯一的喜乐 谢谢你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 谢谢你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之名求 阿们 想你 静静跟随你 每个脚步不便离 静静抓住你每一个因緒 静静依靠你不在天天的声音 你总能平静我的心 紧紧跟随你 每个脚步跌离 紧紧抓住你 每一个零食 紧紧依靠你 不再停别分舍你 你总能平静我的心 因为你我不放弃 因为你给我 清新生活环境 因为你是倒入这里和生命 生活环境最深的满足 以为你给我丰盛的生命 紧紧跟随你 每个脚步跌离 心紧抓住你 每一个零食 心紧依靠你 不再停别的声音 你总能平静我的心 因为你因为你 因为你给我不放弃 因为你给我丰盛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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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丰盛的生命 因为你给我丰盛的生命 因为你给我丰盛的生命 感谢我们的主 谢谢我们的主 将一切的荣耀送赞归给他 阿们 我很高兴今天邀请到了温野鸣牧师 他要来跟我们分享上帝的话语 他的题目是 一生一世信靠主 经文在诗篇二十七篇 让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 弟兄姐妹平安 虽然无法亲自在你们当中 向你们分享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让我们无论在线上线下 我们都是万众一心 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心合一 自十二月底 新冠状肺炎从武汉的地方爆发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如今已经蔓延到世界一百九十七个国家 已经有超过四十万确诊的病例 当中有差不多两万的人 他们因此丢失性命 我们看见这个疫情越来越严峻 我们如果不是世界每一个国家 我们愿意联合起来 万众一心 我们就很难对抗这个冠状的疫情 难怪有人说 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 我们要如何打赢这场无销烟的 COVID-19的战役 以前打仗是叫做战役 如今打仗叫做战役 是疫情的疫 以前打仗靠大炮 如今打仗靠口罩 以前打仗要攻城 如今打仗要封城 以前打仗靠战士 如今打仗要靠护士 我们要向这些前线的医护人员 无论医生护士 我们向他们致敬 他们的确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在医治这些的病人 以前打仗要紧密 如今打仗要距离 我所讲的距离是社交的距离 看看这位仁兄 戴上了这个自制的这个套 迫使别人与他保持一米的距离 再看看小贩中心 我们也实行了这个社交的距离 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能够安心的吃饭 看看这个年轻人 戴上这个自制的武器 大车大地铁的时候 完全不需要去触碰 别人所握过的这个手把 的确 冠状肺炎 比这个SARS 让我们更加的心惊胆跳 坐立不安 专家说 这个新型冠状肺炎的病毒 不单只是攻击肺部 也包括心脏 肾脏 沉道 肠道 真的 真的是让我们防不胜防 也难怪许多的人 他们全副武装 轻率不得 问题是 到底要有多少的口罩 才是足够的 把自己全身包裹起来 就能够抵御 这些无孔不入的病毒吗 人活在惶恐不安的里面 当COVID-19病毒来袭的时候 基督徒 我们要如何去应对 去回应呢 我们要如何走出 这个危机的漩涡 让我们在疫情的里面 不但是信靠上帝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更是要一生一世 来信靠主 的确 新加坡人 我们有无数的惧怕 怕疏 怕老婆 怕死 怕黑 怕失业 怕失败 怕生病 甚至怕蟑螂 我们可以惧怕很多 无穷无尽的 可是多少时候 作为基督徒 我们忘记了 我们应当首要的是惧怕神 是敬畏上帝 敬畏神 是智慧的开端 是使到这个人有聪明 有智慧 今天 你的心中 害怕的是什么 你所恐惧不安的 又是什么呢 专家告诉我们 恐惧 这个负面的情绪 是最能够伤害 我们的生理 和灵性的健康 首先 它会加速脑细胞的衰老 不但是如此 恐惧的情绪 让人辗转难眠 造成失眠 我们的免疫能力降低了 我们更容易生病 恐惧 更是会伤到人的肝脏 跟肺部 也因此增加了死亡率 基督徒 我们面对恐惧 这是不争的事实 可是 我们是信靠上帝 行走在信心的旅程中 让我们好像大卫一样 不断的感恩 诗篇27篇 大卫宣告说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 我还拒谁呢 的确 我们在黑暗的里面 我们需要亮光 我们需要有方向 我们才不至于迷失 不至于跌倒 亮光 不但是指出方向 也更是带来我们的安全感 是我们的拯救 更是我们性命的保障 在我们恐惧不安的里面 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得以兼顾 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行 可以说 诗篇27篇 是大卫的回忆录 大卫回顾他的一生 正是多姿多彩的 他作为一个牧童 竟然能够坐上 以色列的王位 牧养上帝的名 可是同时 大卫的一生 也是多灾多难的 尽管如此 大卫非常知足 非常充满信心的宣告说 上帝是那位绝对 值得信靠的上帝 是的 大卫面对恐惧的时候 他依靠上帝 就能够战胜 27篇的第二节 大卫讲到 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 前来吃我肉的时候 就半叠扑倒 肯定大卫想到 面对哥利亚的巨人 所有的军兵 包括扫罗 都因为这个巨人 他们退缩 他们惧怕 躲在这个营帐的里面 不敢应战 大卫作为一个 弱小的牧童 他不愿上帝的名 被亵渎 他愤恨 没有人去迎战这个巨人 因此带着五块的石头 他来到这个巨人的面前 他说 我是靠着万君之耶和华的名 来迎战你 上帝的能力 必定能够将你祭祷 不然一块石头 就让这个巨人 铺跌在地 大卫因此 就把这个巨人 给杀害了 诗篇第八篇第二节 大卫肯定也想到 这个生命里面的 辉煌的事情 他说你因敌人的缘故 从婴孩和刺乃者的口中 建立了能力 使仇敌和报仇的 闭口不言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你的心中 有隐藏的巨人吗 今天你一直无法克服的问题 是什么呢 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一直无法突破的瓶颈 又是什么呢 靠着我们自己 我们一直无法改变的情况 是什么 我们无法摆脱的恶习 又是什么 我们始终无法胜过的 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那圆主给我们力量 使我们面对心中的巨人 打倒我们心中的巨人 我们靠主刚强壮胆 是的 大卫战胜了巨人 这些的妇女向他欢呼说 大卫杀死了万万 扫罗杀死了千千 也因此让扫罗王怒火中烧 他心中无法抑制的嫉妒 使到他必须除掉大卫 至少两次的机会 他向大卫投掷这个枪 圣经说 枪刺透了墙壁 可见扫罗的心中 充满了仇恨 充满了这个怒气 恨不得置大卫于死地 大卫说 所有军兵安宁攻击我 我的心也不害怕 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 我必仍旧安稳 十年之久 扫罗带着他的军队 去追捕大卫 虽然好多次 把大卫跟他的手下 团团的包围 可是如果上帝不许可 他就永远无法逮到大卫 上帝总是用最奇妙的方式 替大卫解围 大卫心里面 人就安稳 虽然他处于弱势 可想到上帝与他同在 他甚至有两次的机会 靠近扫罗王 可以手刃这个仇敌 他可以报复 学习他的这个羞耻 大卫可以除掉扫罗 不但是解除了十年的追杀跟压迫 他更可以顺理成章 坐上以色列的王位 可是大卫的心中 敬畏上帝 他绝不肯下手去害上帝的受高者 他宁愿等候上帝自己为他来伸张公义 可以说大卫就是行走在光明的里面 虽然很多时候他需要躲避扫罗的追杀 难怪有人说我们不怕走在黑暗的里面 就怕我们的心里没有阳光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耶和华是我的拯救 耶和华更是我性命的保障 感谢上帝 我们可以在这个信心的旅程里面 不断地去经历上帝的同在和他的拯救 大卫活在旷野的里面 可是他的心中却有一件事情 他有一个渴慕 就是能够来亲近上帝 第四到第六节 大卫说有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华 我人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因为我遭遇患难 他必暗暗地保守我 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 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现在我得以昂首 高过四面的仇敌 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 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是的 大卫只有一件事 就是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面来求问 有上帝的同在 也就是最安全稳妥的地方 大卫说上帝把他安置在亭子的里面 大卫在里面 仇敌在外面 因此无法伤害大卫 上帝把大卫放在隐秘的地方 他是在暗处 敌人因此无法找到大卫 不但是如此 上帝将大卫高举在磐石上 大卫在高处 敌人在低处 因此敌人完全无法找到大卫 无法对他施予任何的毒手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保护是无所不在的 上帝的保护是最安全和稳妥的 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里面 我们确实的相信 如果上帝不许可 连麻雀也不会落在地上 连我们的头发 上帝都数过 结果就是大卫说 我可以昂首 我可以挺胸 我可以高过四面的仇敌 结果就是 大卫可以在上帝的帐簿里面 欢然献祭 唱诗歌颂耶和华 是的 疫情越来越严峻的时候 让我们不停止唱诗 让我们不仔细的来歌颂这位 与我们同在 保护我们的耶和华 2月7日 当新加坡的政府 把这个警戒的级别 提高到这个城市的时候 我们看见新加坡 就开始陷入了一个短暂的恐慌 好多人涌到超市里面 把很多的这个泡面 还有厕所纸都把它抢够一空 很快2月8日 李显龙总理在电视上发表声明 他说 陈设的警戒 并不代表封城 也不是建议公众 不要出门 他特别提醒我们 恐惧 恐惧比病毒更具有杀伤力 是的 恐惧比病毒更具有杀伤力 很多的人因为恐慌 再也不顾别人的需要 只是一味的囤积 自己已经不一定会需要到的食物 我们看见好多的人在嘲笑新加坡人 怕输 可是我们发现3月16日 当马来西亚宣布这个行动管制令的时候 很快在邻国的超市也出现了抢购的风潮 很多的食物 厕所纸很快也被抢购一空 连这个厕所纸 它现在都变得是身家百倍 看看这位仁兄买了这么大的一滚厕所纸 以为很快就可以高枕无忧 到底要有多少的厕所纸 才足够我们去度过这一次的疫情呢 我们不要恐慌 难怪印度的这个民主英雄甘地说 我们都以为我们的仇敌是仇恨 其实我们的仇敌是恐惧 是的 恐惧让人失去了理性 恐惧让人罔顾别人的需要 恐惧让我们活在一种的不安的里面 我们的生活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信心的旅程里面 不断地唱出这首感恩的诗歌 信心的凯歌 让我们在这个信心的旅程里面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赞扬他荣美 有一件事 我曾寻求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寻求他的面 是的 我们不要再恐慌 我们不要再不安 今天我们的心中 有哪一些的事情 哪一些的情况 是让我们恐惧不安 心惊胆跳 顾虑重重 担忧不已 心灵烦躁 茶饭不失 辗转难眠呢 让我们去面对他 让我们照着上帝 给我们的方式 去处理他 今天有什么人 无故地讨厌你 仇视你 使你的精神长期承受 很大的压力 今天有什么人 无法谅解你 不了解你 总是给你添麻烦的 今天有什么人 不肯饶恕你 他成为了 你身上的一根刺 是的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耶和华是我的拯救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 我还惧怕谁呢 信心的旅程 让我们不断地献上感恩 不断地宣告 我们对上帝的信靠 十年 在旷野的里面 大卫的信心 陷入了一种的谷底 从高峰 掉入了谷底 在信心的困境中 大卫向上帝 发出了哀求 向上帝来哭诉 十篇二十七篇 第七到十二节 大卫说 不要向我烟灭 不要发怒感 主仆人 你向来是帮助我的 救我的上帝 不要丢掉我 也不要离弃我 我父母离弃我 耶和华必收留我 耶和华 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因我仇敌的缘故 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 遂其所愿 因为望作见证的 和口吐凶言的 起来攻击我 我们看见 大卫带着眼泪 来到上帝的面前 向他来哭诉 他一连说了 五个不 不要向我烟灭 不要发怒感 主仆人 不要丢掉我 不要离弃我 不要把我交给敌人 与其 戴着一种 故作刚强的面具 来到上帝的面前 不如敞开我们自己 戴着一个真我 来表达我们需要上帝 我们看见 大卫的眼泪 仍然是一种 信心的眼泪 上帝应许我们 他要将我们的眼泪 装在他的瓶子里面 显然上帝 纪念我们的眼泪 也许我们无法明白 为什么大卫 从信心的高峰 会一下子掉进了 信心的谷底 圣经的学者 特别解释这段的经文 他说 大卫虽然对上帝有信心 但难免会担心自己 因为他知道 自己是个罪人 是个脆弱的人 在圣所里仰望上帝 是一回事情 在战场上 看见敌人逐步逼近 又是另一回事 万里大卫生命中 有什么过犯 一直上帝在战争中 中途丢弃他 那可怎么办呢 是的 大卫仍然有软弱的时刻 他带着真我 向上帝表达 他何等需要上帝 虽然从消极面 仍然表达了 对上帝的信靠 可是我们看见 这段的经文里面 大卫也同时从记忆起面 他坚定的相信 忠使父母丢弃我 上帝必定收留他 他相信上帝是垂听祷告 上帝是应允祷告的上帝 上帝充满了怜悯 召唤他的子民 要寻求他的面 大卫说 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大卫向上帝呼喊 救我的上帝 大卫依然相信 上帝就是要拯救他的上帝 是的 在信心的困境中 大卫善用祷告的权柄 他总是带着上帝 所给他的应许 来到上帝的面前 他不但是祷告 紧紧地抓住上帝 他求上帝将他的道 来指教他 我们相信上帝的道 不但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上帝更是要指引我们 让我们能够走出 这个危险的处境 他要引导我们 走上平坦的道路 我们所预见的试探 无非是我们所能受的 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 上帝已经应许不叫我们受试探 过于我们所能受的 他必定要为我们开一条的出入 是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疫情的困境里面 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他们欢喜 因为无法外出 他们就在家中 有很多的时间 加倍的时间去读上帝的话 去向上帝来祷告 在中国 有弟兄姐妹说 一天可以读五十章 六十章的圣经 把过去因为忙碌的服事 所失去读圣经的时间 都已经把它赎回 赎了回来 是的 让我们珍惜 在这样的一个困境的里面 仍然来到上帝面前 向他祷告 我们把握机会 来读上帝的话语 美国巴纳集团 一项的调查显示 相比2018年 2019年 有更多的美国人 查阅圣经 有多少呢 有两千一百万 2018年 不曾阅读圣经 来到2019年 他们更努力 阅读圣经 我们看见 这是何等 可贺 可喜的事情 在疫情的里面 人心惶惶 我们何等需要 上帝的安慰 上帝的鼓励 上帝赐给我们勇气 让我们求他 指教我们 当行得到 在这个疫情的里面 我们常常忽略了 这些前线的 医护人员 他们所面对的 征战 他们所面对的 压力 要远远超过 任何的人 新加坡的护士 林慧施 她说工作多年 首次面对瘟疫 她坦言自己 也会陷入 担心和害怕 因为不知道 哪一个来到医院的 病人是感染者 甚至连病人自己 也不知道 是的 在职场多年 灵慧施 她坚定的相信 最大的靠山 就是 耶稣基督的信仰 她坦言 我们都是软弱的 病毒 眼睛无法看见 可是又带着 快速的传播力 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唯有靠着祷告 能够让疫情 完全的被控制下来 是的 连医生跟护士 都有感觉到 利有不歹的时候 我们为他们祷告 我们求上帝 看顾保守他们 只因为我们知道 他们牺牲了 跟家人在一起 团聚的时间 像这个前线的护士 只能跟着九岁的女儿 隔空的拥抱 像这个护士 母亲在昆明逝世 她无法送妈妈最后的一程 只能向着家的方向 三鞠躬 然后收起眼泪 继续工作 我们要向这些奋战不懈的 医护人员 向他们来致敬 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 他们牺牲跟家人的团聚 他们全心全意的来照顾病人 我们特别感恩 看见在二月中 有101个货架的医疗用品 跟人道救援的物资 送到了武汉 其中有78个货架 是由基督教人道救援组织 撒玛利亚救援会 无偿捐献的 撒玛利亚救援会 无论是在美国的风灾 或是中国汶川的地震 他们都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去帮助这些的灾民 1978年 葛培里牧师的儿子 葛弗林牧师 接任成为会长 他总是士生先祖 去到这些灾区 去帮助许多有需要的人 葛弗林牧师说 我们每个人都明白 撒玛利亚救援会的工作 是极其危险的 要面临战争 各样的疾病 瘟疫和人间的悲剧 我们都明白 自己的死亡 也许只有一步之遥 但无论我们前往哪里 提供什么样的援助 我们带来的 不仅仅是帮助 而是盼望 对于深处 这个破碎世界中的苦难者而言 我们分享唯一能够带来真正平安之人的信息 那就是耶稣基督 是的 他们带来的信息 不但是盼望的信息 更是让耶稣基督的平安 能够进入到人的心里面 让这些受苦的人 能够去经历上帝的拯救 上帝的同在 难怪甘地说 哪里有慈爱 哪里就有生命 哪里有慈爱 哪里就有盼望 是的 让我们在信心的困境里面 我们依旧相信 上帝要帮助我们 从困难 软弱 甚至跌倒的地方 重新站立起来 最后 大卫在信心的坚忍中 他再一次表示 对上帝的信靠和等候 信心坚忍中的守候 十三到十四节 大卫说 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 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就早已上党了 要等候耶和华 当壮胆兼顾你的心 我再说 要等候耶和华 大卫坚定地相信 上帝的拯救一定会领到 因此他所应当做的 就是等候耶和华 一连两次 大卫说 等候耶和华 这表明他确实相信 上帝的拯救 也确实渴望 上帝 他的介入 是的 上帝已经介入 在这个新型 冠状肺炎的 疫情的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千万不要灰心 我们千万不要放弃 来等候上帝 1955年 当时年老的丘基尔 受邀到英国一间大学 去主讲毕业典礼 他非常的衰弱 有人扶着他上到讲台 经过好长的一段时间 他缓缓的抬起头 用以往同理英国多次 从失败的边缘 走向胜利的声音 向会众说 不要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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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结束了 他的演讲 四个多年 这些的与会者 仍然记忆犹新 他们深深地记得 这个丘基尔首相 所说过的话 不要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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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诗篇130篇说 我等候耶和华 我的心等候 我也仰望他的话 我也仰望他的话 我的心等候主 胜于首页的 等候天亮 是的 黑暗 一定会过去 胜利的曙光 一定会来到 这个疫情 肯定会过去 我们 必定尽力到 上帝 给我们的证据 今天当我们说 这个新型光照 肺炎 来的时候 很多人赶紧的去准备 抢购这些的物品 可是多少时候 我们告诉他们 耶稣基督快要来了 多少的人 却是充耳不闻 他们仍然 无所事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 不是无所事事 让我们 在这个肺炎的里面 我们为自己祷告 为医护人员祷告 为我们的政府祷告 为全球的疫情 来祷告 我们深信 上帝的拯救 必定要领到 让我们 在上帝的面前 持守 我们对祂的信靠 让我们 作为上帝的儿女 一生一世 来信靠主 让我们 低头来祷告 我知道 我的救赎者 永远活着 因此 我的心 不再忧虑 我要在 每一个日夜中 领受 祂的丰盛之爱 是的 我知道 我的救赎者 永远活着 我灵不再沉睡 当号角 响起的那一天 我将见他 荣光之面 主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 坚定地守候 让我们 回应 大魏的话说 我若不幸 在活人之地 得见 耶和华的恩惠 我就早已 上党了 因此我们 坚固我们的心 我们要 等候 耶和华 我们要 等候 耶和华 我们更要 一生一世 来信靠 那位拯救 我们的上帝 主啊 我们再一次 把我们自己 交托在 祢的手中 把我们的教会 交托在 祢的手中 让我们 在这个疫情的里面 不但是 同心合意 守候在一起 让我们的教会 就是一个 清楚可见的 见证 我们为这个 世代祷告 为这些 前线的 医护人员 祷告 为我们的 政府 祷告 主啊 祢把平安 充满在 他们的心中 主啊 祢保护 他们 不受 病毒的感染 医治那些 在 生病里面的人 让他们 恢复健康 让他们 经历 祢是 又真 又活的上帝 让许多的人 因着 这一次的 疫情 能够 回转 来认识 祢 谢谢 主 听我们的 祷告 奉 主耶稣 宝贵的 圣明 阿们 谢谢 文牧师的 勉励 在这非凡的 时刻 我们更需要 被提醒 要用信心 继续 养完主 一生一世 信靠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和华师 我心命的 宝藏 我海 去水 南 耶和华师 我的 顿泡 耶和华师 我的 高桃 和华师 我心命的 宝藏 我海 去水 南 有的 前世 我曾寻求 我人要 寻求 救世 救世 你 神 你 是 救世 你 是 神 你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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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祂若没有的见识 我曾寻求 我人要寻求 旧舍的圣灵师 住在耶和华里天座 寻求祂的灵命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耶和华是我的拯救 耶和华是我心灵的爆炸 我喊去水南 耶和华是我的盾炮 耶和华是我的高桃 耶和华是我的心灵的爆炸 我喊去水南 有一件事 我想寻求 我人要寻求 旧舍的圣灵师 住在耶和华里天座 我喊去水南 耶和华是我的天座 祂的圣灵师 住在耶和华里天座 祂的圣灵师 住在耶和华里天座 祂的灵师 住在耶和华里天座 祂主啊 自祂的圣灵师 祂的圣灵师 住在耶和华里天座 我怎样 它若没有你见识 我曾寻求 我仍要寻求 旧时的胜利是 主在也和我的天主 寻求他的命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今天 仍然可以在线上与你们会面 在结束之前 让我做几项教会的报告 首先 因着疫情的缘故 原定在3月尾要再开的教会常年会员大会 将会长期到5月3日下午12点半 教会将会通过视频会议进行此会议 所以已报名的弟兄姐妹 教会将会把细节通过电邮寄发给你们 其他还没有报名的弟兄姐妹 可以打电话或电邮 给教会的行政人而负责人 彼得干 他的联络细节就在以下 随着常年会员大会后 我们会继续召开家世会议 同时弟兄姐妹 若你要持续你的个人过十亿奉献给上帝 你可以通过银行转账 回到教会的银行户口 教会的银行转账的消息就在如下 好在这时刻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我们一起祷告 愿耶和华是你的亮观 是你的拯救 是你性命的保障 愿我们的主保守你 将你高举在磐石上 愿耶和华帮助你拯救你 脱离一切的凶恶 对其内全辈的信心 凡事投靠他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好,谢谢弟兄姐妹 参加我们在线的聚会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